哈喽大家好,我是世界之罪频道 每个星期给你说一些世界之罪 中国五千年历史出了许多鼎鼎大名的历史人物 这些人对我们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然而却很少人知道 原来有些人实际上并不是真实存在的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历史上家喻户晓 却根本不存在的历史人物吧 在故事开始之前,先请您按下下方的订阅按钮 完成了吗?那我们接着聊 小时候背过的诗词 读过的故事,看过的动漫电影 原来在很久很久以后 才知道原来他只是一个虚构的人物 大家有没有一种被骗的感觉呢? 几乎所有华人都对花木兰的英雄故事耳熟能详 娱乐剧头迪士尼更买下了版权 拍拍了动漫和真人版电影 令世界各地的孩子都认识了这位英勇、机智 而且孝顺的大姐姐 故事说,花木兰是北魏人 父亲是预备役军官 某日可汗点兵出征 花木兰为了不让年迈的父亲 服兵役和女扮男装 代父从军 12年后为国家建功立业 最后光荣回乡 可惜这位女英雄并不是真实的人物 根据历史学家的考证 史书中从未记载任何跟花木兰有关的事迹 虽然中国唐朝曾兴建了一座 木兰祠 但关于花木兰的文字记录少之又少 花木兰的故事是根据300多字的 木兰祠进一步加工润色而来 但木兰祠的作者却无从考究 史书中对花木兰的身份也没有做特别的说明 他的出身、冠籍、朝代等信息都没有被提及 所以历史学家推断 花木兰是一个虚构人物的可能性很大哦 陈世美 陈世美是人人眼中的复兴男 渣男的最佳代言人 也许是故事过于真实 所以流传至今 人人都以为陈世美真有其人 大部分人认识的陈世美是从京剧 杂美案开始 故事发生在北宋时期 陈世美高中状元之后被聘为驸马 国情寡义的他为了利益而隐瞒已婚的事实 更满身杀害赵康之妻已孩子 索性阴谋被包枕揭穿 最后死在了龙头渣之下 很多人都对这位复兴渣男咬牙切齿 但实际上真正的陈世美被人冤枉了几百年 今天我们就要为陈世美申冤 其实真正的陈世美并不是北宋人 而是轻巧的一位清官 更不是无情的渣男 他的名字被世人托骂 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太好人了 这位如假扒欢的陈世美是清朝官员 是湖北军州人 出生于世官之家 科举考中近世 最高官职为贵州分手诗人府 兼十道安查史 兼不正师参政 他为官廉正刚职 为人则乐善好施 但是他爱帮忙的性格却惹来必胜最大的麻烦 有一天因为想要寻求他帮助的人实在太多了 他不得不关闭家里的大门拒绝见客 但是刚好这一天 有个相识的朋友想要上门求见 家中的仆人不知道这位朋友跟主人的关系 所以也把这位朋友聚于门外 没想到这位朋友如此心胸狭窄 吃了闭门宫后 不等陈世美的解释 直接回家大做文章 写了很多诋毁陈世美为人的故事 由于故事太过精彩 被广泛流伤出去 一发不可收拾 陈世美的名声就这样被诋毁了几百年 阳门女将 阳家将是宋元朝以来 戏曲艺术和说唱艺术中流传最广 影响最大的历史传奇故事 蛇泰君、杨建业、杨家女将们 甚至被电视剧吹捧的天花乱坠 但实际上杨家将的那些著名的历史人物 真的存在吗? 杨美女将其中包括蛇泰君在内 一共22人 而比较出名的人物 就属穆桂英和杨海峰 但这些人当中就只有蛇泰君 一个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 蛇泰君又称蛇泰君 明赛花 是名将哲德义的女儿 自幼受到父亲和哥哥的影响 也是一名文武双全的女将 在厚汉前又二年的时候 与杨家名将杨叶成婚 杨家门将金钟报国 是我们熟悉的故事情节 杨叶和他的儿子们 为了抵抑辽君而战死沙场 杨家男人战死后 杨家女将蛇泰君 率领女卷上场杀敌 继续效忠大宋 杨家的故事令人动容 但实际上 杨家将并没有那么悲惨的结局 根据史书记载 大将军杨叶娶了德州哲氏为妻 两人育有七个儿子 没有女儿 所以故事中的杨八妹 并不存在这个世界上 杨叶战死之后 长子杨颜昭成了杨家将 第二代掌门人 他骁勇善战 令辽君文风善胆 镇守了边疆二十多年 连辽人都对他非常敬畏 至于杨颜昭的儿子 不是电影电视剧里头的杨中宝 而是叫杨文广 所以历史上根本没有杨中宝 穆桂英也没有杨八妹 更没有穆桂英挂帅 因此杨门领将的故事 也是虚构的 虽然杨家将的故事 被家宴家畜 但杨家将 金钟报国的精神 是真实存在的 中国四大美人之一 貂蝉 中国古代四大美人 大家都知道是谁吧 陈宇洛院 毕业修花 分别就是用来形容西施 王昭君 貂蝉和杨玉环的爵士美貌 但其实四大美人当中 貂蝉并不是真实存在 在这个世界上 在史书也查无此人 貂蝉的形象 最早出现在 三国演义的前身 三国字品化中 而三国字 后汉书并没有貂蝉的记载 三国演义故事中的 貂蝉本来是王云的婢女 因为长得太漂亮 而被王云说为 玉女作为政治用途 王云设法让董卓和吕布兼貂蝉 让良人对这位美女倾心 随后更使用连环计 先将貂蝉暗中许配给吕布 然后又将她送给董卓 这对父子因此中计 为了貂蝉反目成仇 以文学形象存在的貂蝉 为什么能够跟另外三个真实人物 并称四大美人呢? 最主要的原因归结于 三国演义的作者 罗冠中高超的写作技巧 以致大部分的人信以为真 且对于貂蝉这位不存在的人物 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但也有人坚持认为 貂蝉是真实存在的大美人 他们认为三国演义虽然是一部小说 但大部分其实是真实人物 很多事件也被真实在历史上发生过 大部分人对于三国时期的了解 也限于三国演义 所以既然曹超是真的 刘备是真的 自然就会认为 貂蝉也是真实存在的人物咯 鬼谷子 鬼谷子姓王明许 是战国时代传奇人物 当代著名谋略家 纵横家的鼻祖 兵法及大成者 据闻他也精通百家学问 身安自然规律 天道之奥妙 后世更尊称他为谋圣 在文化史上 鬼谷子是与孔子 老子并略的学术大家 他更被誉为 时尚培养奇才最多的人 历史上大名鼎鼎的谋略家 如淑秦 张仪 孙并 庞娟 茅穗等人 都出自于他的门下 他开创众联之学 是纵横家的鼻祖 相传鬼谷子 常于莫子入山采药秀道 隐居在一座名为鬼谷的山洞 所以大家都称他为鬼谷先生 他最著名的作品 就是大家熟悉的鬼谷子一书 史书一直为中国古代军事家 政治家 外交家所推崇 更是现代商家的必备之书 所揭示的智谋权术 被广泛运用为内政 外交 战争 经贸 以及公关等领域 其思想深受世人尊敬 享誉海内外 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日本著名企业家 大乔武夫 德国著名历史学家 斯宾格勒等世界精英名流 都曾拜读和钻研鬼谷子的智慧 并给予他崇高的战域 然而如此神通广大之人 却没有在历史上留下确切的记载 即使是司马前的史记 也没有对他详细描述 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如此高智商 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的人类吗 因为年代太久远了 也很难考究 这里就当作开放式的空间 你愿意相信如神一般存在的鬼谷子 是一位真实的历史人物吗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如果可以 你最希望见到以上哪个虚构的历史人物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与我们分享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世界之罪 赶快按下订阅按钮 并按赞分享给你的朋友们吧 我们下期见